香港仲治前秘书长黄之锋 跟着队伍被带上球车 看起来相当冷静 他跟前程议员周庭 还有前主席林朗燕 被以违反三货组织 以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 遭到判刑立即入监 震惊杠台各界 当然很难过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 等于是用监狱 他要消磨香港这个世代 很勇敢的年轻人的一个志气 在台湾常年关注社运的 民进党立委范云也深表遗憾 因为黄之锋 周庭以及林朗燕 分别遭判刑13.5个月 10个月与7个月不得缓刑 而过去黄之锋跟林朗燕 也曾被指控相关罪名 但当时被判最高是两个月 显现出这次三人明显遭到重判 而同样参与过野百合学运的 栏尾郑立文认为高社运 要之所进退 运动应该要有策略 那对于运动保存实力 保存能量 而不要一次就说 临近香港的台湾 蔡政府从反送中开始 停港向来喊得最大声 这回黄之锋三人入狱 蔡总统当然得声援 喊话黑夜总会过黎明必会来 盼望香港朋友不要因为恐惧 忘记心中理想 还说台湾一定继续停港人 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 同样发文称香港 短期来看都不一定有用 可是长期我们从人类社会的民主运动 就是你越积极做一点 那那个社会它民主化的速度就会越快 所以由下而上的争取民主化这一条道路 可以说是已经遭到严重的挫败跟挫折 暂时是断掉了 那么我觉得这对北京跟香港来讲 绝对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台湾的声援希望唤起国际更重视香港议题 毕竟黄之锋三人入狱 代表港府决定用监狱消磨年轻世代 也让香港民众距离民主越来越远 欢迎新闻张家宝 我这个海中台北报道